我们这两天在搞事情 前面那个没有什么过 没关系过两天看能不能再发 但是今天这个更劲爆 知道什么呢 我给大家告诉 皇帝的真正主生日期 还有 为什么所谓我们2044 将是生人 到来的时候 还有 三元九运 元和运势 包括大四天 我们马上要讲的中一 五元六七的延伸 这三个周期 树都不动归 完全一样 可见我们古人 总结人类历史 社会演变自然发展 这个周期规律 根据天体运行 能量完全完全 从不同的角度 殊途同归 讲给大家 我们现在网传的皇帝 出生在公元前26 九七年 错 说自然 这个第七十九个夹子的循环 错 要加个一百二十年 是第八十一个 为什么敢这么大胆 元和运势一说 推导出来 第一个夹子 是在 2577 这个时候才跟皇帝有关 才跟至少跟这个创立夹子 这个日子有关 这个不太方便演算 大家没有基础 可能不太好听 但是我们三元九月 包括二元八月 因为它中间 只是年份的差别 但是开头结尾是一样的 这几个周期 全都一样 用三元九月 推给大家看 说 一个大元 大三元 大八将 比这个包括三个中元 又包括三个小元 小元拥有元源 现在 我们处于 大家都知道 九子运 如果你 你以这个 二六九七年 为大周期的演算 怎么算呢 加五百四十年 变成负的 二十一五七年 因为它是公元前 所以是负的 一直到后面 从这开始变成正的 但是要注意 公元前负一年 是结尾 公元一年是开始 中间没有零 没有零 零不是自然数 现在数学 已经验证 以前我们小学学 都是错的 也就是 这相加三加一 等于四 四十加子 然后再加 再加 加到第九个的时候 是二一六四年 如果是这个 大家可以下门去算一下 那我们相处的是这个阶段的 这二十年 如果是大周期 就是这六十年 这是第三 三弊 不是九子星 你只有加上这一百二 才是九子 而加上一百二 刚刚好 跟这元负运势 最大的这个周期 完全是一样的 那我们讲这个时候 前面说到了姚舜宇 皇帝 三皇五帝 比姚舜宇还要早 那个是 二二一七年 比他早了三百六十年 每逢这个周期 都会有大圣人出现 那我们现在说 为什么这么大的圣人 说紫薇 很重要吧 因为他处在第九个五百四十年 而相乘 乘一三乘一三 九九九九九 可见他的重要了吧 如果你还能活 再活二十年 过了这个二零四四 那是第十个 第十个 这个才是更更重要的 那个才是更更重要的 因为一会等于一万零八百年 第十个五百四 才是最厉害的 下节跟我们讲大四年 是怎么对上的 到七百千里 是